警察農曉梓 針對公服制服 它當然 跟一般的服裝有很大的差異 公服制服 它就像是一個程式的名片一樣 它是要拿出來給人看的第一印象 所以在這個設定上他必須要能夠直接而且強烈的去傳達出 他這個公譜這個行業類別他本身的專業度 以及他應該要去直接能夠去讓人民去感受到 我對於這個行業的一些認知以及觀感 從一些顏色上的設定從一些版型上的設定 我們去找到賦予這些制服一些新的意義 以及更加信任的專業度的產生 因為我覺得在每一個制服的設計上面 他要考慮的面向其實不是只是侷限在說 他好不好穿好不好用 因為我覺得好不好穿好不好用這件事情是 他應該是已經是被很直接的就要被定義出來的 反而是說他的賦予人民的一個形象上面 是不是能夠達到更跟他的專業度有很大的吻合 這一次在這個制服設計的這個改變上 我們是希望能夠用比較大躍進的方式去做一個設計的一個面向的思考 那麼因為這一次我們希望是透過一個跟以往形象很大的轉變 不只是微調而是說我們希望在顏色上在版型上甚至是在功能性上 他能夠很直接的去傳達工職人員他們的專業度 但是我們又可以透過一個跟以往很大的一些反差的一些顏色色系 去提醒人民說這樣的工職人員他是很值得被尊敬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一次對於所有的工職制服的重新的設計跟檢視 我們希望能夠傳達出讓人民跟工職之間能夠建立起更好的一個溝通的橋樑 希望他們在第一印象上面甚至他們專業的服務上面都能夠有更大的一些連結性跟對應性 經過重新的設計這一次我們在公補不同行業類別的公補的制服設定上 我們希望是能夠從新的顏色的配置以及制服線條的俐落感 以及大幅度機能性的使用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種種不同的要素能夠去讓工樸他在穿著制服的時候 他能夠有他的自信度以及他的專業度的產生 舉例來說我這一次選擇的角色是郵差 那對於郵差的設定我們首先先從他的版型下去著手 我們希望他穿著起來他是可以更加的輕鬆不用那麼拘束 所以我們在版型上面我們是做的是比較寬鬆一點的版型 但是他還是有一些可以調節的地方 可以讓他在他需要和聲的時候他能夠做到一個調節 那另外就是在這個細節的設定上 我們大幅度的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機能性的一些開帶 來讓郵差能夠去裝附他非常非常多他需要的一些用具 一些工具性的東西 那這樣的話他能夠非常方便地去使用他的這些東西 在跟人民的交流上面 另外就是在顏色設定上 這次我們不以鮮綠的顏色 我們反而是用一個比較深層的綠 我們希望傳達的是一個全新的一個郵差的一個專業度 我們希望他是做更沉穩的一個表現 然後我們我們會把這個也有的 劵扣開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喜歡哪些人 我們喜歡他的選擇 我們喜歡我們的選擇 比較快 我們喜歡的選擇 我們喜歡的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